美玲 哦 张哥你怎么来了 我来啊有点事 来 赶快坐下 什么事啊 你这么忙的来我们家 美玲我问你小郡多大了 二十八了 二十八了 也该娶媳妇了 你也知道 就我们家这条件 他爹走都走 我们娘俩也没什么收入 这拿什么去修呀 美玲我这次过来 就是给小郡保美的 真的呀张哥 那太好了 这个小女孩是哪个的 都在这沉状呢 沉状离我们这不远呀 那小女孩今天多大了 二十二了 这小女孩啊长得非常漂亮 就是有一点 小缺点 哦缺点 什么缺点呀 她不会说话 啊 是个哑巴呀 张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想 这没呀 你别说了 美玲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 儿子都多大了 你还挑呀 你没听什么挑 你知道我给你介绍这个女孩 她家多有钱吗 不但不要猜离 还再给你二十万 真的呀 能用这么好的事 我骗你干嘛 美玲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给别人说去了 要不是咱俩关系好 我能想到你呀 那行 小队回来 我给他商量商量 如果小队同意的话 我给你回个事 我告诉你美玲 错了这个村 可没这个店 那行 我知道了 好我还有事 我要走了 在我们家吃肉饭再走呗 好了 吃个哑巴 这是个缺陷 家里有钱 妈 妈 妈 儿子 你回来了 是啊妈 饭做好了没有 没有呢 那我去做 儿子 你还别做呢 妈有件事想给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妈 你张大爷 今天来我们家了 他说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这个女孩长得挺漂亮呢 家里呀 还用钱 妈 你这话说的 人家姑娘天那么好 能看上我吗 能 儿子 就是这个姑娘 有点缺陷 缺陷 什么缺陷啊妈 他说 这个姑娘呀 不会说话 是个哑巴 是个哑巴 是啊 他说了 不要再理 还赔送二十万块钱的嫁吗呢 妈 这儿不要彩礼 还赔送二十万的嫁妆 这儿 的确挺有人的 可是 这姑娘 是个哑巴 这儿 儿子 你也别再挑了 就我们家这个条件 有人给你上来说美呀 就不错了 有姑娘 能看上你 也是我们家的夫妻 不能说话 也好 所以呢 接了会 你们两个吵架 妈 这咱们家 虽然条件不好 也没有什么钱 但是 我这儿 心强力壮的 目前来说 能挣钱 也不至于 缺哑巴呀 儿子 你张大爷说 这个姑娘 长得可漂亮了 在他们那里呀 十里八成的 说第一 说第二 就是这一个缺陷 一万人 他也看不上呢 妈 就算他长得太好 那也不行啊 儿子 你就 去见一见他吧 再说了 人家还 赔送那么多的嫁妆呢 妈 就算人家 赔送的钱再多 那也不行啊 我可是你亲儿子呀 你看 如果 我去个哑巴回来 这几两回以后 我们两个怎么交流啊 儿子 你看 你张大爷 一定张开口了 咱们 就去见一见吧 如果不去的话 不是拨了你大爷的面子吗 行吧 妈 我去见 好 儿子 你这回来了 也该饿了 妈就给你做饭去 妈 你就别做了 我去做吧 好 儿子回来了 儿子 那个女孩见到没有 见到了 长得漂亮吗 长得呀 的确挺好看的 儿子 我就说吧 你见了她 肯定乐意 可是 这长得再好看 有什么用啊 始终啊 是一个哑巴 这见点面 连话都说不了 妈 就算我同意的话 这以后 我们生了孩子 万一是个哑巴 怎么办呀 儿子 不会 你张大爷说了 这个小女孩啊 小的时候 她并不是个哑巴 后来 生长病 也不知道是发烧烧的 怎么着 现在 变成一个哑巴了 每次她这个病 不会遇上孩子的 儿子 你就放在吧 妈 儿子 小女孩不就是一个缺陷吗 再说了 人家娘娘 还赔了那么多钱呢 依靠着你啊 你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行吧 妈 我都听你的 你爱怎么办 怎么办吧 我先回屋了 好 哎呀 儿子终于同意了 这太好了呀 不行 我得找他张大爷 商量商量 他们的婚事 哎 哎 哎 行吧 展帝啊 我来找 嗯 哦 你找呀 行行行 啊 哦 你做我办了是吧 嗯 嗯 行行行 我去吃 真好 你收拾衣服呢 嗯 嗯 你不用收拾 回头让妈回来了 让妈收拾就行 嗯嗯嗯嗯嗯 那行 你收拾吧 我去干活去了 嗯嗯嗯嗯 爸 你忙 怎么回事 儿子 干什么呢 啊 这个风扇坏了 我下这儿没事 先把它给修修 现在天都屌了 别再修了 现在干什么呀 那我今天不是没干活 下这儿没事吗 对了 月儿呢 月儿去哪儿了 月儿 好像出去给你买衣服去了吧 儿子 我都说吧 月月 追着个好人的媳妇 你看我们家 打造的多干净呀 是啊妈 这月月啊 真是个好人的媳妇 她虽然是个哑巴 但是她心里特别善良 对我呀 也特别关心 对你呀 也特别孝顺 这暂进咱们家 一年多了 也没有什么怨言 是啊儿子 你以后啊 一定要对月月好一点 妈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儿子 你在这儿修吧 妈去你做饭去 行妈去吧 行不好就别再修了 我知道了 我看怎么回事啊 月月 你怎么了 你肚子怎么了 这什么呀 检查单 月月 你怀孕了 这真是太好了 月月 妈 妈 儿子 咋了 这月月回来了 妈 你看 我有天哪 月月 你怀孕了 嗯 哎呀 这真是太好了 真香 我终于抱上大身子了 是 妈 月月 能说话了 她说是 月月 快叫我妈 妈 我有天哪 月月快说话了 哎呀 哎呀 这真是太好了 妈 月月 你这是我们家的父亲了 妈 这我儿子跟你见到回来 是个哑巴 现在又会说话了 还怀孕了 哎呀 真是太好了 妈 你别激动 别激动啊 儿子 这是一件喜事 这能不高兴吗 儿子 我要爸月月会说话的事 告诉全人 都让他没回我们家高兴 哎呀 我儿媳妇 要爸会说话了 又回来啦 哎呀 月月 你能说话了 那你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你叫我的名字 小 这真是太好了 月月 我今天啊 真是太高兴了 月月 走 我扶你啊 我出去去 嗯 慢点